只见老道士遥想驱鬼灵 几个恶鬼立刻痛苦的挣扎起来 接着他又拿起降妖杵向恶鬼戳去 恶鬼瞬间化作一滩浓水 最后他又拿出八卦镜 一顿扫射把恶鬼蒸发的烟消云散 雅丽和丽帆是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 两人在一处远离市区叫永乐园的别墅区 买下了一栋别墅 这里背山面海 一看就是发生灵异事件的风水宝地 这间婚房面积又大 布局和装潢设计的也都很好 雅丽的父亲也很开心 只是他们都很担心这里离市区太远了 但是雅丽还是让他们放心 这天雅丽送丈夫上班后 自己闲来无事在附近闲逛 他在海边看到有两个孩子葬在这里 这不免让他心里有点毛毛的 再往前走 他来到邻居家后院 发现这家人白天用电灯 他家养的鸡白天也都在睡觉 晚上他跟丈夫立番说起这些怪事 正在此时 两人听见一声鸡叫 打开窗户 发现隔壁人家正在准备上班上学 原来他们的生活是昼夜颠倒的 连公鸡都在夜里打鸣 但是立番只是觉得有点古怪 并没有深究 夜里两人都睡着了 雅丽却听说有人叫他 他寻着声音 来到家里的仓库门口 打开仓库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但是雅丽在镜子上 分明看到有两个孩子 在仓库里玩一个红色的球 但是当他回头 却什么都没看见 第二天早上 雅丽又向丈夫告状 有怪事 立番自然还是不以为然 可是立番前脚刚去上班 昨晚的那颗红球 就砸破窗户 跳了进来 一路滚进仓库 正当雅丽好奇的上前查看时 突然有个男人 从背后拍了他的肩膀 陌生男人告诉他 自己姓苏 开车来到附近 车里的水箱没水了 想找雅丽借点水 雅丽也没有道理拒绝 可是在送走男人时 他才想起来 家里是从里面反锁的 男人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 正当雅丽疑惑的时候 怪事还在继续 家中的电话突然响起 雅丽拿起听筒 听见电话对面的人 阴冷冷的说道 我是斯蒂芬 把我的眼睛还给我 第一次听见如此变态的要求 雅丽赶紧把电话挂断了 立番下班后 她又把这个事情告诉丈夫 丈夫依然觉得很正常 他们似乎认识斯蒂芬 他们认识的斯蒂芬 早就已经死在一场车祸里了 无奈之下 雅丽只好带立番 去看了那两个孩子的坟墓 在孩子的坟墓前 两人遇见了 之前来家里借水的苏先生 几人相谈甚欢 苏氏夫妻便邀请雅丽立番来家里做客 两人请雅丽他们吃饭 但是雅丽恍惚之间 看到桌上的饭菜 好像都是祭拜死人的蜡烛和香 这时 她又透过窗户 看到苏太太去隔壁借酒的景象 当她走进房间的时候 屋内的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 等她走以后才开始行动 战战兢兢地吃完这顿饭 雅丽可以说是心力焦脆 她不知几次跟丈夫提到这些怪事 反而招来了丈夫的怀疑 此时 一个老道 鹿域大鱼 躲进一个山洞碧雨 却感觉山洞里阴风阵阵 怀疑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好像受了什么影响一样 雅丽家中的家具 突然都浮了起来 把雅丽又吓得够呛 老道士好像也感受到了什么 不知道两件事背后有何关系 雨停之后 老道继续赶路 路上他询问一个路人 最近是否有什么事故 得知昨晚 有两辆车子在附近相撞 当场死了三个 重伤幸存的小姐 被拉去医院了 而这时 家中的雅丽 又收到了史蒂芬的骚扰电话 甚至当她去超市购物时 在超市里看见了一个西装革履 但是脸上却血肉模糊 缺了一只眼的男人 那正是史蒂芬本人 吓得雅丽逃出超市 而老道士 也一直在远处观望着他 最后 史蒂芬甚至找到了家里来 想要破窗而入 好在丈夫和苏氏夫妇 这时来到家里 丈夫说他胡思乱想 让他上床休息 半夜 雅丽睡醒 看见三个人在客厅里 一边啃蜡烛吃 一边商量些 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而史蒂芬 也神不知鬼不觉的 出现在了雅丽身后 这一天到晚 高强度撞鬼 雅丽只好给父母打了电话 然后就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 发现众人都觉得无事发生 苏太太还叫来了医生 给雅丽看病 表面看起来一片祥和 但是唯一诡异的 是医生摸不出雅丽的脉搏 只好让她明天来医院 进一步检查 但是当医生再回过神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棵树下 失去了给雅丽看诊的记忆 手中只有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坟场的名字 医生顺着纸条提示 找到了史蒂芬的坟墓 她心里生疑 找路人询问附近有没有人家 得知只有一户人住在这山上 导致附近有个漂亮的山洞 好奇心驱使医生前去查看 发现洞穴里竟然有一群人在搓麻 天色晚了 历番送岳父岳母回家 而苏氏夫妇则在里面陪雅丽 这时 夫妇二人露出了阴森的一面 他们正在商讨对雅丽下手 苏太太凭空变出一杯水 对上自己的血 做成葡萄酒 雅丽喝下去 雅丽喝下后 就变得迷迷糊糊的 在两人的诱惑下 她把一根上吊绳 看成了花圈 眼看雅丽 就顺着两人的细心指导 变成一个吊死鬼了 历番突然赶到 把雅丽从死亡边缘救了下来 一记不成 苏太太又搞了一堆蜡烛之类的东西 让历番把这些东西 煮成一杯红色的液体 扮强迫的让雅丽喝下去 昏迷的雅丽梦见了变成鬼的自己 醒来后 她觉得有点冷 就去找衣服穿 结果在衣柜里 发现一颗眼球 历番进屋 帮她把眼球处理掉了 可半夜 雅丽发现 历番不在床上 向窗外看去 历番正在院子里 收拾白天丢掉的眼球 雅丽一路跟踪 发现历番偷偷跑到一个阴森的破屋里 跟苏氏夫妻一起 帮史蒂芬装眼睛 吓得雅丽叫出了声 然后一路逃到街上 诡异的事情和可怕的人 也一直随着她出现在大街小巷 最后 雅丽只好回到家 准备收拾行李跑路 可几个鬼也追到家中 把雅丽堵在卧室里 苏氏夫妇彻底不装了 他们让雅丽一起来死 还说这是为他们好 可历番不知道为何 又不跟他们一伙了 一边阻拦其他鬼 一边抓住雅丽 雅丽说他身后有鬼 没想到 雅丽说他早就知道了 雅丽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 雅丽也是鬼 雅丽老是承认了 他说他在车祸时 被玻璃割破喉咙而亡 原来在雅丽和雅丽和 利帆婚礼结束后 雅丽想去新房看看 于是好友史提芬 便载着夫妻二人去永乐园 可是半路上却发生了车祸 史提芬 利帆 以及对面车上的苏氏夫妇 当场身亡 雅丽在生死边徘徊 利帆告诉雅丽 他遇到的怪事 都是因为几人舍不得雅丽 想把他接到阴间过日子 这间豪宅也只是山洞里的幻觉 看雅丽不愿意 众人就打算强行杀死雅丽 正在这时 之前一直在看戏的老道士 闪亮登场 遥想驱鬼灵 亮出八卦镜 把几个鬼赶跑 然后将雅丽的魂魄 送回医院的肉体 此时 雅丽的抢救手术也圆满成功 看见他苏醒的众医生 惊呼奇迹 而窗外的老道士 见他无视便转身离去 深藏公与名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讲解 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收藏加关注 您的每一次支持 都对我非常重要